嗯哼哼 嗯哼哼 首先呢我們在這個檔案裡頭 我們先把這顆球的眼睛先關閉 我們要重新利用這個畫面來做別的 所以我們會增加一個圖層上去 這個圖層不需要你去按這個新增圖層的按鈕 不需要按喔 所以我們目前的位置在這裡 我來到工具箱呢 按到文字工具各位上次有用過 有嗎 我來到文字工具上面呢 點了他一下以後 我在畫面上按一下 那你要注意 如果你今天要輸入了字體啊 這上面的框格顏色呢 是黑色以外的顏色 麻煩你點他一下 把它調到黑色 你可以選這邊的黑也可以選這邊的黑 都無所謂 好確定這個時候要變黑色了 請你點畫面一下 輸入你的英文名字 來 好輸入完成以後啊 字體形狀大小都不對對不對 沒關係 輸入了以後請你記得打勾 接著呢我們把它調大小 比方如果調到最大 哇還是不夠大 沒關係 我們可以直接修改數字 我把它改多喔 比方改到200 按一下Enter鍵 200差不多了 好我這個比較囂張 所以我要多一點 250 欸 好接著我要選擇我的字體 我來縮幾 35 iale 我喜歡看起來比較胖的 比較肉的字體 這樣子去挑選 那教你個訣竅齁齁齁齁齁齁う 你要挑選字體的時候呢 你可以選其中的一個以后 來到這邊呢 從新按一下 讓他變成藍底反白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直接浏覽 怎麼浏覽 按键盘的上下键 它就可以一个一个跳 一个一个跳 你这样就可以慢慢观赏 你要哪一种 对那你看 我要找到这种比较胖比较圆的 找到一个最胖的 直接跳比较快 因为它会从中文字开始挑起 我要的是英文 比方这个最胖 这个死胖子来了 挑完了以后 最后的一个项目是什么 我把它移动 移到我要的位置来 我不要让它遮到这个别针 这样子放好了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变化 你看 我这个字打完以后 其实它已经把我分出一个新的涂层了 所以这个东西它是一个T的符号 那它的名称就是你打个字 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分辨说 这个是不是你要的内容 所以这个东西叫文字涂层 它不是一般涂层 但是它一样可以套入我们要做的样式 首先第一步要怎么做呢 在这边有一个叫做不透明度 下面有一个项目叫填满 那我在填满这个地方 我把它变比较淡 所以我把它往后拉 拉到什么 拉到很淡的感觉 微微的黑黑的 这样的阴影就好了 拉完以后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来加样式 样式里头呢 我们先来加这个阴影 然后接着我要做内阴影 两个哪一个先都OK 那我们先来看哦 我先按阴影 进入阴影了对不对 阴影的这个地方呢 我要把它做成是有光线折色的边缘 所以我要把这个颜色切换成正常状态 然后颜色是属于白色 那你就说你奇怪 不然它我的阴影长这样的位 因为我不是要让它变阴影的用途 你看我现在把间距拉近 接着来我把尺寸的拉锐利 所以我让它微微的有点晕光 然后呢我要让不透明度降低 所以呢它只是微微的反光 可是这样还缺了一点点东西啊 我接着来按这里 这边有一个项目叫内阴影 我来到这一个项目 我要按的是字 不是打勾而已 因为这样才可以切换到里面 我才可以去做修改 好那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让它产生阴影在这边 所以呢我现在把间距稍微拉开 然后呢颜色的浓度增加 有没有 好然后呢尺寸呢不要那么误 所以呢我把尺寸这个地方呢降低 好让它稍微锐利一点 有没有 这个间距不要那么多 微微微的凹欠就好了 有没有 所以最后我做出来的字体就是木板上面刻出来的样子 有没有 这就是我的目的了哦 所以我等一下就是要请你做出这样的结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